Hello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坏各种汽车品牌的位子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汽车行业会是哪样的格局 是合资品牌百花齐放,还是国产品牌强势崛起 是造车新势力一军突起,还是传统品牌辉煌继续 透过两年一届的上海车展 我似乎看到了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今年的上海车展,门口写着四个大字 拥抱变化 而变化的最明显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 首先呢,备受年轻用户关注的极客001 在车展之前发布,一时间呢 引得无数年轻小伙伴直呼梦想车 官方3.8秒的零百加速成绩 让我们完全可以用最少的钱 就能体验到超跑的加速体验 而要说到花最少的钱 人民需要什么就造什么的武林 自然就不得不提了 而武林展台最吸引人的 就是位于展厅中央的那台 敞篷武林mini EV了 其实武林擅长造神车这事吧 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但唯独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武林展台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小姐姐 又是直播又是跳舞 所以要去逛车展 你知道该去哪里了吧 当然,武林最吸引人的还是售价了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 立志做年轻人第一台敞篷车的武林小车 你觉着该卖多少钱呢 来,弹幕里,留下你的答案 而要说到吸引小姐姐 长城旗下的欧拉大有超越武林的势头 不仅展台各种美甲秀场女仆装 装潢更是粉嫩可爱在发光 不仅欧拉自家的各种猫齐聚一堂 邀请的美女也是一顶一的漂亮 逛车展该去哪 懂我意思的 弹幕里扣个一 让我知道 你们懂了 如果说武林和欧拉在寻找自身新定位 那在我节目里最常被玩坏的红旗 在这次车展上能很明显看出来 在强化自身国产豪车的定位 首先 全新红旗L级概念车的发布 把国产豪华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强化 超长的车身加上豪华的对开门 似乎是未来红旗L级的必备元素 而在后边VIP区域的红旗S9超跑量产版 也是让国产车实现了1.9秒的零百加速成绩 此外呢 我还在红旗展台偶遇了红旗H9的设计师丁杨峰 他一定不知道 就是我提前预测了他设计的红旗H9 其实说起啊 偶遇名人这事 在车展上还真是很简单 那会儿呢 在热火朝天的坦克展台 当我在专心致志的拍 坦克700和坦克800的时候 一个帅气的身影 挡住了我的镜头 刚想说是谁挡住了我排车 结果定睛一看 是影帝张寒宇 好吧 那也就期望坦克品牌 也能像张寒宇一样 后继勃发吧 而在另一边 BBA好像在每年车展啊 都是一派热火朝天 首先啊 在宝马展台 虽然宝马的电动SUV旗舰 iX呢 这次在车展啊 属于重磅量一项车型 但很明显 大多数用户啊 最喜欢的 还是拥有着祖传飘移技能的宝马M 而我最爱的 依旧是宝马M3 这次车展现场亮相的 是披着布鲁克林灰色的全新宝马M3 M Performance版本 全车各种碳纤维 四处排气 都说不是对你不在意 是你没装大尾翼 那这个有着大尾翼的 全新宝马M3 你 拦上了吗 而在另一边的奔驰展台 全新奔驰EQS的亮相 让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未来电气化时代 奔驰的发展方向 而在EQS的旁边 就是奔驰家族的销量担当 我很早就做过设计预测 全新奔驰C级长轴版 1.5T和2.0T发动机 加48V轻混的组合 让海外版全新奔驰C级 全系混动 那么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未来全新C级上市后 奔驰C级宝马3系 奥迪A4 你选谁呢 弹幕里 期待你的答案 而在奥迪展台 风头最盛的 并不是零百加速3.3秒的 奥迪新能源家族 旗舰奥迪RSE创GT 而是即将在国内上市的 上汽奥迪A7L 先行版3.0TV6发动机 加48V轻混的组合 似乎让它在用户眼里 逐渐有了真香的倾向 这一次 我准备蹲一波价格 而决定以场队形式 重新参与到F1 这一汽车界至高赛事的 阿斯顿马丁 则直接把自家的F1挑战者赛车 搬上了展台 这也是马丁的F1赛车 首次在赛道以外 与全球车迷见面 要想看看四届F1世界冠军 维特尔的座驾真容 那马丁展台你一定不能错过 而在F1赛车旁边 就是全球首发的 阿斯顿马丁Vantage F1特别版 传承了马丁赛车运动基因的这家伙 是你的梦想车吗 虽然之前参加过很多次车展 但无疑这次上海车展最为精彩 各家车级使出浑身泄入 从疫情的冲击中 恢复过来之后 想通过这次大型车展 牢牢吸引我们汽车消费者的眼球 而随着汽车电气化时代的愈发临近 新能源汽车 也逐渐成为了车展上最主要的看点之一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远不够我列举车展盛况 所以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亲身去车展体验一下 当然 如果没办法去车展 其实也不必遗憾 因为车展之后的 汽车领域的一场变革 才刚要拉开 而我们都会是亲身的参与者 好了 这次车展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喜欢玩坏各种汽车品牌的位子 咱下期再见 我喜欢玩坏各种汽车电气化 我喜欢玩坏各种汽车电气化 我喜欢玩坏各种汽车电气化